给流浪动物舒适的收容空间 让遭到车祸或者受虐的毛小孩都能够安心来疗养 新竹县关西浪潮园区 由园长黄志坚倒贴千万来打造 给240只狗狗 37只猫一个安稳的家 但是因为疫情这捐款锐减 因而成立了协会 要给浪浪们强力后盾 打开冷气 让流浪猫咪舒适浅凉 笼子内还有四层活动空间 狗狗则有一房一厅并轮流放风 打造关西浪潮园区 园长黄志坚从固定位时到学会做救援 收容了240只狗37只猫 数量就累积 因为这一直送不出去 然后就一直刚开始放那些付费中途 费用越来越高 所以我就想说倒不如 我弄一个园区自己照顾 我希望浪潮是一个转印站 而不是他们终身的家 进来我们医疗完了 照顾一阵子稳定的各方面 可以送养的话 我们尽量帮他找家 当然也有一些老的 残的病的 送不出去 我也只能养他们一辈子 我尽量能做到 他们有一个舒适的环境 快快乐乐的 跟一些妈妈狗狗朋友在一起 过生活 园区内的狗狗 因捕售夹受伤就占了近五成 另有两成是车祸 以及不当饲养与虐待的 像是这只小叮当 就遭人泼硫酸腐蚀掉耳朵 变成现在模样 救援的犬猫 以中部以北居多 治疗后按稳定状况 安排收养 从没有原地放生 就怕送回去 会重新受伤 目前不包含医疗费用 每月平均开销37万 但疫情三年来捐款锐减 就成立了协会 要给浪潮更稳定的支持 成立立案协会 主要协会是要会 我们会第一个 我们会连接像我们新竹县 像在地的动保所 那与工部门的 我们的资源一个掐接 然后再来我们还会成立 所谓的一个 我们的专业化的一个志工队 邀请一些社会一些上心人士 可能会协助这边 会捐一些像是狗粮 或是猫粮 没有健康的身体 可能要花更多的医疗资源 跟经费去养育他们 然后尤其是像医疗这一块 希望可以多一些疫苗 碰到疫情的关系 依靠一些政府 或者民间的一些力量 来让他们继续来营运下去 占地八百坪 有四位照护员 今年六十岁的黄志坚 全新投入 更自己倒贴了近千万 未来盼能增加 专业职工团队 也开放学生参观 宣扬动保理念 让更多人愿意给 流浪动物一个家